书接上回 九剑通过绿枝视野看到了雪诺 但并不是在黑城堡 而是在长城以北 布兰有些担心 九剑引导布兰 他应该去往长城以北 去寻找那只三眼乌鸦 欧沙德之后坚决反对 因为他亲眼看到自己的丈夫变成了尸鬼 当初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他只承诺把布兰送到黑城堡 雪诺一行人收拾装备 跟随托蒙德一起攀爬长城 在攀爬的过程中 冰墙突然踏坊 火吻和雪诺掉了下去 幸好托蒙德死死抓住了绳索 但欧瑞尔看这样僵持不是办法 打算割断绳索 雪诺看到后不停摇晃着绳子 在绳子割断的瞬间 成功跳上并台 并把火吻拉了上来 最后他们成功爬上长城 看着长城以南美丽的风景 两人在夕阳下拥吻 山姆带着吉利一路南下 途中休息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异鬼 来抢夺吉利手里的孩子 以往胆小的山姆 为了保护吉利和孩子 灰箭砍向了异鬼 没想到并不管用 被异鬼徒手握成了扎 并一把推开了山姆 眼看就要接近吉利 山姆掏出曾经在 先民旋风挖出来的龙精匕首 刺向了异鬼 没想到异鬼瞬间倒地 化成了灰 山姆趁机带着吉利和孩子逃走 山姆不知不觉 成了第一个杀死异鬼的人 两人一路跋涉 终于来到了长城脚下 由于这里离黑城堡比较远 而且后面有异鬼大军 所以要尽快穿过长城 幸好山姆之前从书上看到过 这附近有一个密道 于是带着吉利穿过密道 罗伯想和瓦德弗雷结成联盟 瓦德弗雷的两个儿子前来谈条件 第一 要求罗伯为背叛婚约道歉 第二 要占有赫伦堡和其他领地 第三 要求艾德木和自己的女儿罗斯林成婚 艾德木问 能否先见一面 对方拒绝 说要在半个月内完婚 不然盟约解除 艾德木不是很情愿 想着能不能有选择取哪个的权利 为了能够达成联盟 布林登 凯特林和罗伯都劝他 不要在乎是否娶了一个漂亮老婆 结盟才是最重要的 唉 你们就是这样区别对待的吗 在压力之下 艾德木同意 罗伯也深感对不住这个舅舅 毕竟这是自己犯下的错 随后启程 前往卵河城参加婚礼 梅里山主找到了索罗斯 两人一阵打招呼 看来是熟人 两人都是光之王的信徒 得知索罗斯曾六次复活了贝里 梅里山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索罗斯之前来到维斯特洛 是为了传教 但并不是那么虔诚 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 直到他的朋友贝里 被魔山杀死 他不想让朋友死去 开始念诵咒语 没想到贝里真的被复活 自此无比相信光之王是唯一的真神 贝里也是虔诚无比 这次光之王引导梅里山主来到这 必有深意 梅里山主说 需要你手下的一个人 他指的就是詹德利 梅里山主相应的付钱给了贝里 埃里亚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带走 上前质问 梅里山主惊讶地看着埃里亚 说在他身上看到了黑暗 并说会再次相见 随后离开 梅里山主带着詹德利路过军林城 詹德利问 抓自己干嘛 他只是一个不知名的私生子而已 梅里山主说 你身上有着高贵的血统 并指着红宝说 那是你父亲的房子 梅里山主补充说 你父亲是劳伯拜拉西恩 詹德利松了一口气 一行人回到了龙石岛 史泰尼斯看了看詹德利的长相 确定是劳伯的私生子 看着他被梅里山主带走 嘱咐他说 不管怎样 动手利落点 不要折磨这个孩子 随后找到了关在监狱的戴弗斯 说只要承诺不去伤害梅里山主 就放了他 戴弗斯同意 然后史泰尼斯把梅里山主带回 劳伯私生子的事情告诉了他 史泰尼斯明知戴弗斯不会同意 杀死无辜的孩子献祭 但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戴弗斯心领神会 他知道史泰尼斯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自己劝史泰尼斯 三思后行 史泰尼斯一直都是这么矛盾 明知道是错的 但是为了打赢战争 还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他在火焰中看到了预言 他也一直相信梅里山主所说的 自己就是亚索而转世 梅里山主对涉事未深的詹德利 一阵温柔香 詹德利瞬间缴械投降 被绑在了床上 当他以为会开启一段旷日持久的成长之路时 梅里山主用三个水质 吸取了詹德利身上的血 这时候史泰尼斯和戴弗斯正好赶到 史泰尼斯依次把三个水质扔进了火焰里 并念着罗伯 巴龙和乔弗里的名字 以示诅咒 爱丽亚看到贝里 把自己的好朋友詹德利 卖给了红包女 现在又要改变路线 一个人趁机逃了出来 不料被猎狗桑图抓住 然后带着爱丽亚去蓝河城 找他的母亲和哥哥 打算换点赎金 顺便参加婚礼 卢斯波顿找来了詹姆和布雷尼 打算放詹姆回军林城 但是詹姆要保证 不会说出断手的真相 詹姆仿佛看出了 卢斯波顿有自己的小算盘 说要带布雷尼一起回军林城 卢斯波顿不肯 于是詹姆告别布雷尼 布雷尼让詹姆发誓 要遵从当初对凯特林的誓言 到军林之后 放了凯特林的女儿 詹姆答应 然后一帮卢斯波顿的手下 带着詹姆上路 随行的还有科本学士 没走多远 詹姆从科本口中得知 布雷尼可能活不过今晚 詹姆二话不说 赶回了赫伦堡 救下了正在和一只熊 搏斗的布雷尼 由于卢斯波顿已经前往卵河城 詹姆对洛克他们一阵威逼利诱 成功带走了布雷尼 泰文找来了荆棘女王奥莲娜 商量把瑟西许配给百花骑士洛拉斯 奥莲娜说 瑟西年龄太大不同意 泰文威胁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让洛拉斯披上白袍 当玉林铁卫 因为玉林铁卫不能娶妻生子 也不能继承家业 这明显是要提利尔家绝后 眼看泰文要起草文书 奥莲娜折断了他手里的笔 看来还是泰文比较狠 奥莲娜不得不同意 提良无奈的把联姻的事情告诉了珊珊 小指头也知道了 是罗斯出卖了自己 随后把他交给了喜欢虐待女人的乔夫里 乔大帝果然从不会让人失望 用弩箭把他射死 小指头和瓦里斯这两个权力的高级玩家 相互破坏了对方的计划 可以说是打成平手 两人的一番对话 也道出了各自的人生信条 瓦里斯想竭尽全力 让这个王国结束混乱 因为混乱是吞噬所有人的深渊 而小指头则认为 混乱不是深渊 混乱是阶梯 珊珊看着小指头远去的帆船 很是后悔当初拒绝了他 小玫瑰玛丽安慰珊珊 说提良虽然是侏儒 但为人还是可以的 嫁给他并不是什么坏事 以后凯言成和临东成 都会是你们的领利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玫瑰玛丽的个人信条 她不像山沙 老想着要一个帅气的丈夫 而是一心想成为王后 并不在乎自己嫁给的是谁 从当初有着特殊爱好的蓝里 到现在虐待狂父神的乔夫里 还有之后单纯善良的托曼 她都能应付自如 深谙在权贵之间的生存之道 虽然成父很深 但从来不去主动害人 善与周旋在各个利益关系之间 也算是全数的高级玩家了 提良和山沙的婚礼如期举行 乔夫里故意刁难 趁机拿走了提良的板凳 仪式结束 酒席上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卢拉斯虽然不情愿 但也不得不去和瑟西逃近乎 但是瑟西根本不打茶 提良喝得酩酊大醉 泰文催着提良 早日让山沙怀上自己的孩子 提良不屑一顾 环顾四周 好像也就乔夫里在那里傻乐呵 山沙打算离席 不料被乔夫里拦住 拉着她回到酒席 说接下来的节目是闹洞房 打算继续羞辱山沙 这时候提良拔出匕首 插在了桌子上 说敢给我闹洞房 就割掉你的钉钉 乔夫里大怒 场面极度紧张 这时候泰文出来解围 说你舅舅喝醉了 提良也借坡下驴 拉着山沙回到了房间 由于泰文不断命令提良 一定要和山沙远房 山沙喝了口酒 壮壮胆 打算脱衣服 提良制止了她 说在你接受我之前 我不会碰你 山沙说 如果永远不接受呢 提良打道 第二天 雪衣过来收拾房间 发现提良并没有和山沙远房 暗自高兴 罗伯和泰里莎一番成长之后 泰里莎说自己怀孕了 打算给自己的家人写信 罗伯高兴起来 自己也要当父亲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卵河城 瓦德弗雷相应地端上了面包和盐巴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们要把面包占上盐巴吃 在维斯特洛大陆 宾客泉里是一项古老的传统 无论平民还是贵族 只要来到主人家做客 接受了主人的面包和盐巴 宾客全力皆生效 做客期间 双方不可加害对方 宾客获得主人家的保护 如果违反 据说会受到新旧诸神的惩罚 瓦德弗雷叫来了自己的女儿们 让罗伯当场道歉 罗伯照做 然后瓦德弗雷对泰里莎一番语言骚扰 罗伯有些忍无可忍 凯特林示意她 不可轻举妄动 艾德木则不停寻找着 许配给她的女孩长什么样 婚礼开始 没想到瓦德弗雷 替艾德木选择的新娘格外漂亮 艾德木高兴地和新娘罗斯林一起宣誓 仪式结束之后 艾德木和罗斯林被送进了洞房 随后 瓦德弗雷的儿子关上大门 此时 乐队奏起了卡斯特梅的语迹 卡斯特梅的语迹 是当年红师与黄师之争时 黄师兰尼斯特家族 将红师家灭族之后 为他们写的一首歌 听到这首充满敌意的乐曲 凯特林瞬间觉得不对劲 掀开卢斯伯顿的袖口 发现她里面穿着戎装 这时候凯特林大声叫罗伯 还没等反应过来 泰丽莎被匕首刺死 罗伯和凯特林被弩箭射中 随后 罗伯的手下将领一个个被杀 罗伯慢慢爬到已经死去的泰丽莎身边 呆呆地看着自己还未出生的孩子 凯特林趁机挟持了瓦德弗雷的夫人 请求瓦德弗雷放走罗伯 并宣誓绝不复仇 瓦德弗雷并不理会 此时卢斯伯顿走到罗伯身前 用匕首刺死了她 凯特林悲痛欲绝 杀死了瓦德弗雷的夫人 随后被割后 罗伯的狼灰蜂也被射死 这一切都被池来的埃里亚看到 本打算去找母亲和哥哥 被桑独打晕带走 罗伯和凯特林就这样死去了 这就是全游有名的血死婚礼 在这里罗伯彻底结束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 凯特林的叔叔布林登 由于婚宴中间出去上厕所 逃过一劫 外面乱成一团 卢斯伯顿和瓦德弗雷的手下 肆意屠杀罗伯的军队 还把灰蜂的头缝在了罗伯的尸体上 这一幕恰好被刚醒来的埃里亚看到 桑独趁乱 带着埃里亚离开 预前会议上 得知罗伯和凯特林死在了瓦德弗雷家的婚礼上 乔弗里兴奋不已 并扬言 要在自己的婚礼上 把罗伯的头颅送给山上 No She is no longer yours to torment Everyone is mine to torment You do well to remember that you little monster Oh I'm a monster Perhaps you should speak to me more softly then Monsters are dangerous And just now kings are dying like flies I am the king I will punish you Any man who must say I am the king Is no true king I'll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at When I've won your war for you My father won the real war He killed Prince Rhaegar He took the crown While you hid on a costly rock The king is tired See him to his chambers Come along I'm not tired We have so much to celebrate A wedding to plan You must rest Grand Maester Perhaps some essence of nightshade To help him sleep I'm not tired 看来乔弗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 会议结束 提利昂问泰文 是不是背地里早就和卢斯波顿和瓦德弗雷达成了协议 泰文并没有隐瞒 提利昂觉得在婚礼上大开杀戒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泰文说 这和在战场上杀死他有什么区别 随后催促提利昂 要赶快和山莎生个孩子 因为由于这次卢斯波顿的配合 现在封他为北京守护 说你的儿子出生之后 才有继承北京的可能 提利昂回到房间 看到山莎已经哭成了泪人 提利昂欲言又止 转身离开 这边 詹姆和贝雷尼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赶回了军林城 端手的詹姆找到色席 两人四目相望 布兰他们一路行进 来到了增地 咱们在地图上看一下 增地大概在这个位置 距离黑城堡不远 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们躲进了一个破旧的堡垒里 这时候雪诺他们也来到了堡垒附近 正打算抢夺一个老人的马 托蒙德打算先杀死那个马夫 一帮人冲出去的时候 雪诺故意用剑敲击石头 远处的马听到声音 有些受惊 这时候马夫听声出来 发现了野人 于是骑上马开始跑 托蒙德怕马夫向守夜人报信 于是一路追赶 在堡垒附近抓住了他 此时布兰他们正躲在堡垒里 听到外面有野人 九剑让大家安静 以免被发现 这时候不停打雷 阿多受到惊吓 不停地喊hold 情急之下 布兰试着让阿多安静了下来 九剑有些惊喜 看来布兰慢慢开始学会了 怎么使用自己的能力 不料阿多刚才的喊声 被堡垒下面的欧瑞尔听到 跟托蒙德说里面有人 托蒙德以为只是雷声而已 抓住马夫后 欧瑞尔建议让雪诺杀了他 雪诺最终还是下不了手 火纹二话不说射死了马夫 看来雪诺真的是卧底 被发现的雪诺 情急之下开始砍杀野人 听到外面大乱 九剑让布兰进入堡垒下面狼的身体 咬死野人 以防被发现 无意间也帮了雪诺一把 雪诺最后一剑捅死了欧瑞尔 临死前 欧瑞尔的鹰冲向雪诺 不停地捉挡 雪诺挣脱后 骑上马开溜 火纹看到雪诺背叛了自己 很是伤心 夜里 布兰安排殴杀 带着瑞肯 去往最后的壁炉城的安博家 因为去往长城以北的路 会有很多危险 安博家是施塔克的封城 去那里比较安全 欧莎也不想去往长城以北 于是带着瑞肯连夜出发 咱们看一下地图 这里是增地 最后的壁炉城在这里 布兰他们一路北上 刚好遇到了 正在赶回黑城堡的沙姆 沙姆认出了是雪诺的弟弟布兰 打算带他一起去往黑城堡 布兰说他不是去黑城堡 是要去长城以北 沙姆劝他不要去那里 长城以北有很多异魁大军 但并不管用 无难 沙姆送给了他们很多龙鲸匕首和箭头 说这些可以杀死异魁 随后告诉了布兰穿过长城的密道 布兰他们告别沙姆 继续北上 沙姆带着吉利也赶回了黑城堡 请求一蒙学士留下吉利和他的孩子 并且告诉了一蒙学士 他们在长城以北看到的事情 随后一蒙学士让沙姆写信 给维斯特罗大陆各个领主 告诉他们异魁大军正在逼近 长夜将至 火纹追上了雪诺 雪诺虽然爱着火纹 但作为一个守夜人 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 依然离开了火纹 火纹悲痛地向他射了三箭 重伤的雪诺还是成功回到了黑城堡 史泰尼斯得知罗伯一死 以为是光之王显灵 往火盆里扔个水汁 就能把敌人皱死 于是打算杀死詹德利 献祭给光之王 洋葱吉士戴弗斯劝他 说不能这么做 他是你的亲侄子 史泰尼斯不听 说一个私生子的生死 相对于王国算得了什么 戴弗斯看劝不动史泰尼斯 于是趁夜偷偷放走了詹德利 史泰尼斯得知后大怒 打算处死戴弗斯 这时候戴弗斯拿出了 从黑城堡寄过来的信件 说您还需要我的辅佐 梅里山卓得知异鬼大军正在南下 说这场武王之战已经毫无意义 真正的战争在北方 只有史泰尼斯才能力挽狂澜 劝史泰尼斯说 戴弗斯现在还有用武之地 于是戴弗斯幸免一死 猎恶他们绑了西恩之后 送给了罗斯伯顿的私生子拉姆斯 也就是小波皮 因为之前罗伯说过 只要西恩与其他人无关 以免他们奋机反抗 伤到布兰和瑞肯 西恩不断被各种酷刑折磨 小波皮拉姆斯假意解救西恩 从西恩口中得知 原来他并没有烧死布兰和瑞肯 拉姆斯很会玩弄人心 把西恩折磨得已经不敢逃跑 然后又让一群女人勾引他 趁他兴奋的时候 把他给淹了 还逼着他承认自己是臭老 东大路这边 丹尼利斯带着无垢者军队 来到了冤凯 这里也是一个奴隶之城 找来了城里的奴隶主拉兹达尔 用自己的龙坐镇 打算让他们归降 显然是不可能的 谈判破裂 然后让乔拉去调查 这些奴隶主的盟友是谁 乔拉通过查探 得知这些奴隶主口中的盟友 其实是一帮雇佣兵 叫赤子团 丹尼利斯找来了赤子团的三个头 梅罗 普兰达和达里奥 打算说服他们为自己战斗 赤子团的团长梅罗出言不逊 屡次当场侮辱丹尼利斯 丹尼利斯面不改色 打算在气势上压倒他们 但扮猪吃老虎的办法 这次并不奏效 双方谈崩 回去的梅罗他们 打算派一个人去刺杀丹尼利斯 这样可以不必跟无垢者军队正面交锋 三人通过抽硬币 最后选中了达里奥去行司 夜里 丹尼利斯正在沐浴 达里奥闯进营帐 本以为是要刺杀丹尼利斯 没想到达里奥带来了 另外两个团长的头颅 并宣誓效忠丹尼利斯 因为达里奥已经爱上了他 丹尼利斯这次的空手套白狼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然后达里奥为丹尼利斯出谋划策 说可以找两个能打的人 随他潜入渊凯城 然后里应外合 打开城门 让军队进入城市 丹尼利斯选择相信他 于是行动开始 不出所料 达里奥 乔拉和灰虫子 三人一阵冲杀 从内部瓦解了奴隶士兵 取得了胜利 然后带队进入渊凯城 宣布解放所有的奴隶 还给他们本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 这时候城里的奴隶们 高喊米莎 米莎是古迹词语 意思是母亲 丹尼利斯解放了他们 因此被他们称送为米莎 随后丹尼利斯走入队伍中 好 这期的观人说电影就说到这里 下一期咱们接着来说全游的第四集 如果喜欢观人的解说 就请关注一波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